哈囉 主播各位觀眾 記得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宜蘭縣的大同鄉 那隨著小犬颱風 已經進入了臺灣東部的海域 造成了宜花東地區 還有南臺灣比較嚴重的影響 那現在可以看到宜蘭大同鄉 已經有明顯的雨勢了 儘管是還沒有到達 停止上班上課的標準 不過參議變中心 是已經一級開設了 稍早鄉長也說了 在下午的時候會來討論 在圖氏陸前市區的英式村 要什麼時候來撤離 我們來看稍早的訪問 今天下午會在兩點的時候 會開一個會議 那我們是怕這個小犬颱風 登陸以後風雨加劇 那我們這個英式村 到時候撤離的這個動作 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在兩點的時候 決定先預警性的 把我們英式村的村民 先撤到我們的這個準備的地方去 而鄉長剛剛也特別強調了 因為先前幾個颱風的影響下 山上的土質含水量 已經達到飽足的狀態 而現在雨是持續在下 也呼籲民眾還有遊客 是儘量不要進入山去 以免發生危險 而太平山遊樂園區呢 在昨天也是進行了預警性的風源 以上是原市記者在宜蘭大同掌握到最近消息 我們把鏡頭交還給碰年主播 先把鏡頭交給碰年主播